中信跟同一三连战首度交锋 是对推派经常找出无安打比赛的 蒙威尔挂帅先发 想不到燃烧142球 对这位上季风王功臣没有影响 前两局还是让黄山君一球莫展 形成六上六下 但三局下状况发生变化 潘志芳扫出左半边飞球 形成这场中信第一只安打 或许是太久没被敲安打 接下来王维成的内野滚地 也让二世跑出内野安打 但蒙威尔及时回神 让陈子豪敲出内野滚地 抓下第三个出局数 蒙威尔渡过难关 此局下黄山君再接再厉 看着宝宋跟安打再次攻占得点圈 而且是一人出局情况 不过蒙威尔先让江亏玉敲出内野滚地 三连手自裁垒包再传向一垒 由于郭富林接球时已经离垒 没能完成双杀守备 但蒙威尔决定自己收拾残局 用快速球K掉岳振华 中信还是无功而返 虽然等不到队友火力支援 但寻求本季首身的来福利 也没有因此忘了本分 前五局只被失队 敲出一瞻打还标出5K 两军先发难分高下 因此五局打完 双方战成0比0平手 比赛后段 王者之师总算苏醒 接连两只安打串联 形成后三类友人局面 这时候苏智杰也展现重炮手价值 反方向的进攻 把球送到左外野 这只安打帮助同一打破僵局 一口气送回两位队友 稍后在一三类友人情况 吴杰瑞又补上40安打 支队靠着单局四只安打串联 吞下三分大局 但苏醒的不光统一打者 黄山军打线也在下半局环翼颜色 两人出局情况 詹子贤敲出滚地球 行成内野安打 加上张志豪选到宝宋 再次攻占得点圈 这次教练团决定换换手气 选择让周思奇代打 周董也不负所托 一棒把球送向中右外野 这只40安打也是一口气 送回两位队友 而且这时候幸运女神 也来救援黄山军 岳正华的打击 这球没出棒 但捕手陈冲宇也没接牢 想触杀打者也划掉 急忙传向一类 却又传偏 让原本再二类的周董 一口气跑回本类 攻下第三分 这神奇的发展 让战局重回原点 两军一路熬战到延长赛 时局下陈子豪面对陈韵文 敲出安打 忠信选择短打推进 再次攻占得点圈 虽然陈韵文先K掉詹子贤 但黄山军还有其他强大者 比如说张志豪 蜘蛛豪 组定这颗内角速球进攻 一棒霸球 扫出右外野拳雷打墙外 张志豪本季第三轰 是一发再见拳雷打 看着这发两分炮 中场中性就会5比3 气走统一 外区新闻 综合报导